去年8月韓國瑜開直播 坦言為了市長選舉 忙到連情人節都無法規劃 招牌還是幽默 鬥樂全場 韓國瑜跟大廖 與妻子的相處之道 所以吵架就是你先道歉嗎 大部分都不講話 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後在想 昨天晚上到底有沒有吵架 我沒吵開始講 有吵不行 為了自尊心 所以不能講話 好像我感覺 應該沒有做什麼讓他感動 一天到晚以前年輕的 一天到晚挨罵 慢慢他會發現 其實我心裡很善良 一旅行的時候 所有這種東西 我跟搬運工一樣 那個時候我可以看到 他眼神有一點感動 你幫富人提包包好貼心 你要再看一下嗎 再看一下 日前廚房深圳幫忙提包包 讓老婆打牌特牌 韓市長被捕捉貼心瞬間 不過偶爾也有犯錯的時候 辛苦整理的行李差點弄丟 讓李嘉芬臉色大變 難得動怒 不過其實夫妻倆結婚29年 維持婚姻的不二法門 還是愛 旋前旋後 無論韓國瑜去哪 李嘉芬總會跟緊緊 雖然偶爾會出小狀況 不過兩人感情始終甜蜜蜜 也完美詮釋何謂 俯唱俯隨 接著正人宗黃俊臺會報道 有機臨 wrath 谢谢观看